我们正在准备给郑州的一批货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 这个其实刚刚二十六比较 没问题 前两天刚介绍了一个 天方一坛紫的 然后这个也是两点鳄鱼的 一个黑色的 跟那个一举同工之妙 看起来真的是 就像我之前说的 它的金属扣都已经有磨损了 但是它的皮质还非常非常好 完全不用担心鳄鱼皮上面的 会老化呀 或者会怎么样 而且小包也更容易避免水呀 这些东西的清洗 解开来看一下 然后比较担心的就是 它这个肩带的这种关节位置 有一些像鳄鱼的这个纹路 会不会更薄弱一些 容易出现比如说 接近于断裂的这种状况 这个我看一下 还好 还好没有像上次那只 35岁的鳄鱼宝一样 因为它毕竟是有缝线的 还是不错的 那拍一个上身吧 这个看起来还挺长的 女生杯一般会这样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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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悠鱼姑娘给大家展示一下 背一下看看 这是一只二手包啊 好 尖筷一下 好 尖筷一下 很好看的 很好看的 如果见到它就赶快在视频里面放一下 它是普通皮的 那它其实磨损很严重 那鳄鱼皮基本上不用担心磨损的问题 嗯 筋是很少 所以磨损也很有限 那我后续会查到它的年份 然后放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年纪的 鳄鱼包的这种状况 它这个包底下也有底钉 底钉的磨损程度也都还好 然后可能有一些污迹在底下 对 一只鳄鱼的 维多利亚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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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忽然发现这几天好像一直在世报 反正介绍的还是少了 今天出现两个小极品 这个是国金二五 因为已经售出了 所以给大家动态展示一下就好了 不去拆开它了 已经属于它的新主人了 非常非常小的身材了 尤其是黑色的话可能更显小一些 然后黑色配金色一个经典搭配 另外一个是打下灰的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25厘米它整个包身会很小 所以说它这个锁扣的金属部分 整体会缩小一些 但是钉并没有缩小 还是这么大的钉子 然后整个比例看起来就会比较萌 萌萌哒 这是一个Togo皮的国金二五 新的包包看起来还是比较挺的 可能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这种略微的叠堆的这种效果就出来了 会更软一些 好那就是它了 接下来出场是这个 大象灰色的 大象灰然后也是拼金颗 这个白线还是挺出彩的 大象灰色往往就是用这种白色的线 我们之前澳城有一个shoulder 就是这样比例的一个国金包 当然要大一些 也是用这种大象灰 然后拼了白线 白线我觉得个人觉得会很 就是很有点缀感 点缀的效果很好 OK那就是这两个了 希望它的主人喜欢 感谢观看 快去放盘子上去 放盘子上 放盘子上 来点哪一边要加 再把它放 来看一下这个家伙的 是吧假期 这个假期 其实我们从元旦 就几乎已经是放假状态了 1月1号 不12月30号吧 还是31号 一直到3月1号 所以虽然说每年3月1号开学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今年的真正开学的日期 好像应该是3月3号 你就是东北的小孩的 假期有这么长 昨天 昨天我在那个网上看到 好像是哈尔滨理工大学 是大学里面 寒假最长的大学 两个都一样 东北小孩也是一样 文üd 小佬 加油 加油 遛孩子的日常 今天早点下班 过来陪家人了 他们刚过来 东北小孩放假时间太长了 我估计到时候他还没开学 我一开始烦了 来干嘛 最近我会特别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B站里面 特别注意尽量避免商业推广信息 所以我不会在视频里面 会说这个包包多少钱 怎么怎么购买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的微信 每一期的结尾都会有我的微信 所以我尽量会去遵守网站的一些规则 规则是要大家共同去维护的 那其实最近比较学到的比较多的 也是一位视频观众他来教我的 其实是作为名品销售员的一些思考 比如说他会告诉我 他的爱马仕的Sales会做得非常出色 其实我经常说我会跟观众学到很多东西 那订阅我视频的朋友 看我视频的朋友都是对爱马仕感兴趣的 并不是对我感兴趣 只不过我是在通过各个视频平台在发布我的视频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知识在里面 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中 那我会经常思考的是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或者优秀的Sales 或者是销售人员呢 那这位观众口中所说的这位Sales就是我很佩服的那种 他首先他会有很深的艺术造诣 他是一个画家 那他本身对颜色的这种掌握和搭配 他的造诣是非常深的 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 所以他所理解的颜色的搭配 就会比其他的Sales要高一筹 那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会觉得在你的主业的闲暇时间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修养或者修为 这些东西反而会促进你的主业 就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销售人员 那他其实他的艺术修为会非常促进他的销售工作 所有的他的客户都会很幸福他 那还有一件事呢就是 我的这个视频观众在找他的Sales买 想要买一个拼色的包包 而且他表达很强烈的这种需求 这种需要啊 是一个他想要一个黄色拼色的包包 那这个Sales就会就会反问他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吗 然后就没有给他推荐这样的包 也没有去给他安排这样的一件货 那当我的这个视频观众冷静下来之后 他会觉得哇这个Sales说的是对的 那他自己的确是没有做好拥有这样一个黄色拼色包包的准备 对 那经过这样的事情他可能会对这个Sales更加促进他 你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一个Sales认识了一个品牌 然后爱上这个品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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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